最近在这个沉淀的过程中 然后有认识到很多不一样的运动 这些运动平常我们身边还不是特别常见 我觉得特别有趣味性 一个是匹克球 一个是排克球 那边就有一个台子 看见没有 类似于乒乓球台 有一定的呼度的 它其实叫桌式足球 桌式足球 是运用一些足球的技术 在乒乓球台上进行了一项运动 也是非常有趣的 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尝试 它可能比较考验的是 锻炼的是足球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东西 没有像平时踢足球那样 要跑一个大悬场这样 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趣一些 大家也可以动起来 这是我最近 刚刚在生活中感受到了一些不同的运动 桌式足球 据我查的资料 它应该叫排克球 我目前了解到的是这两个名字 要不然就叫桌式乒乓 乒乓足球 打足球乒乓 可能有很多人这样叫 看打什么球 打乒乓球打你脸肯定出现吧 肯定不躲啊 躲啊肯定躲 一瞬间又躲肯定出现了 要不然我小学我打包尾 我拿了个罐球 你叫什么你们叫什么打包尾啊 两边站着人拿那个沙包丢中间的人 就中间的人躲啊 一排人躲啊如果你抓着他加一条命那个 我们叫打包尾 我们叫打沙包啊 前那个还拿了个奖 就是一堆人就打一堆人 然后打啊最后剩我 就我老抓抓抓 然后我全是命 我说算了 结束我们的第一 就是你不怕他打你 是什么 比较容易躲啊 就可能打乒乓球打的 就那个他肯定比球慢了 所以你就容易躲 容易躲了之后 你可能抓了那个时候 对我来说那个沙包比那个球 大多了 但是你要在那个可以的范围里面再去抓 所以那个还是擅长了其中一个 可能天生是个小球 小球都有哪些 小球啊 蜆蜂球羽毛球网球 然后棒球 是不是高尔夫 这些水 玻璃球 哈哈哈哈 你说是缠蛋球 你说小球嘛 但那个肯定不是运动了 都是玩的东西 运动还是 还是很好 运动完了之后 你的心情状态 你的身体 都不一样 我有的时候就忙了一天 晚上不运动就觉得难受 难受 不畅 就跟有些人说 我这么热的天 我一定要喝个冰镇饮料 就那感觉 一天热了半天 他没喝冰镇饮料 觉得 嗯 一天这一天少点 或者我想喝口热茶 天生爱喝茶 今天都没喝口茶 差点运动 差点运动 你有没有致懒人的这种运动的好章呢 致懒人的运动 对就是对于那种 就是坚决不愿意运动的这些 我说这个事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那个人十分不爱运动 你拉着他运动 他如果没有发现到乐趣的话 他怎么也都不会觉得 运动这个事是他几个蛋白 你可能让这个运动的事牵扯上 比如说他喜欢的人 他喜欢的地方城市 包括一些可能 某一个点是他喜欢的这些这种方面 可能会更容易促成这个事 好 走 就是你这两天不是发那个微博 1234 1234 拍拍手呀 跺跺脚呀 是吧 他们都说要你亲自吃饭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先创作 是吧 我看看大家的创作思路 和我在不在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选一个 大多数人都能想到了 或者比较好接受的 好 其实如我 是不是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运动 我们运动真的对整个人身心健康 包括各个方面都非常有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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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